這次活動由今日歐盟編輯駐布魯塞爾記者加利·卡特萊特 和國際捍衛自由與權利聯盟成員人權活動家安迪維莫共同發起 多年來從事活摘器官調查研究的專家 關注該議題的政要以及非政府組織要員到場 或者通過視頻連線發言 會議聽取和探討了中共從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梁森凡身上 強行摘取器官牟利的證據 以及歐盟和聯合國對此的態度與行為 我會嘗試地翻譯在一個政治的角度上 同時和我的俄羅伯同時 因為這也是俄羅伯同時 人權利益主義在整個各方面 都必須保證在很多政治的角度上 每次都必須記住在中國 尤其中一個特別的報告 寫在法輪功課的情況下 所以這是小事 但从此我们可以走到最终的步骤 从此步到最终的步骤